眼前这位钢琴弹奏者 是来自俄罗斯的南昌航空大学音乐学院外教 弗拉基米尔·尤拉索夫 因为自己的俄语名字很长 所以他更喜欢大家 管他叫沃瓦 他的妻子今年也来到了中国 两人相约留在这里 度过第一个中国年 谈及春节假期的计划 沃瓦称要带妻子去旅行 一起更多地了解感知中国 我非常喜欢中国汉子 我很喜欢火锅 还有很喜欢上海菜 沃瓦告诉记者 在学生时期他偶然听到过一首中国音乐 非常契合当时自己的心情 在研究学习弹奏这首音乐的同时 也激发了自己对中国的兴趣和向往 然后他说了我 你应该会说中文 你应该会说中文 然后你会感觉好这首音乐 2019年在收到南昌航空大学的邀请后 沃瓦毫不犹豫地来到了中国 在业余时间 他也很乐意收邀参加一些音乐会 充当中俄文化交流的桥梁与使者 因果一月of人 Поэтому одна из моих главных задач 现在的aré意ージ 新年要许愿,中外接触此。当被问及新的一年, 自己有何愿望时,我瓦的眼神中充满袭击。 我许愿,中外国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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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许愿,中外国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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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许愿,中外国人,中外国人,中外国人。 中外国人,中外国人,中外国人,中外国人。